小牛常规赛收观战PK马斯NBA官方正式公布了2018-19三季常规赛完整赛程 据NBA记者T McMan报道 他得知达拉斯小牛队的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是客场对阵马斯 除了达拉斯之外 这也是德克诺维茨基生涯最令人难以置信最佳场所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可能会是诺维茨基的职业生涯羡慕战 多年来 小牛与马斯之间对决也是被人惊惊乐道 事实上 在职业生涯至今与马斯的75场对决中 诺维茨基场局贡献了19.1分 8.2个篮板和2.4次助攻 今下陆维茨基今下与小牛队签订了一份 每期一年价值500万美元的合同 他将开启自己在达拉斯的第21个赛季 创造了NBA球员 林世伟丹之球队效力的记录 另外 小牛还签下了德安德鲁乔丹和鲁卡东谢奇 但在竞争激烈的西部 这恐怕 人无法帮助小牛重返季后赛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人都认为鲁维茨基在下课赛季结束后会选择退役 但不管怎样 鲁维茨基至今还没有明确指出他会退役 而且在此前的采访中 鲁维茨基表示自己有可能会在下赛季结束后继续征战联盟 我想我会随着新赛季的情况再做出决定 去年我几乎打满了整个赛季 我很健康 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可以出展 不过 我早前决定要接受手术 鲁维茨基说道 如果之后的这个赛季我能够保持不错的状态 跟上赛季那样 那或许我就保持开放态度 再回来打一个赛季 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道 我会再打一个赛季 但我会将这个赛季当做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打 希望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这位40岁的老将仍然可以在有限容量中打出高效的水准 上个赛季诺维茨基场却可以拿到12.5分 同栏命中率达到45.6%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0.9% 如果下个赛季他仍然能够保持这样的高效水准 那么他将会继续自己的NBA职业生涯